首次出席行政院院会的韩国瑜 这关键一握是先礼后兵 主要目的就是向中央讨金园 捷运黄线 钢山路段延伸线 以及捷运延伸的林园 都是非常需要由高雄市民 这边一定要殷切期待的重大建设 所以这些经费呢 费用又是非常的庞大 所以急需希望中央的经费 赶快来补助 来协助 让后续的建设可以顺利进行 高雄市长韩国瑜 向政院要钱盖捷运黄线 因为市府必须自行负担 655亿元负荷大 才会转向中央 希望能多给一点补助 此外也以红绿蓝三个灯号 比喻建设的轻重环机 绿灯指的是现在非常紧急 希望能现在就赶快来补助款 例如像捷运黄线 还有或者是钢山段的延伸线 这几个案子很重要 韩国瑜向中央喊话 除了要钱也以第3632次会议 数字相加 说在场的所有人 会有一个95之尊出现 严肃会议瞬间有效声 至于其他首长 则专攻统筹分配款问题 我们的中央统筹分配税款 也是六多最少 我们一个人八千 台北七万五 以现在旧的版本来讲 以对台南市来讲 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的中央政府的 这个统筹分配税款 事实上的补助并没有增加多少 各县市财政普遍吃紧 每年统筹分配税款分配比例 向来都是各县市争抢的目标 让新科的四位市长发言 各重大建设 不管是预算时程 或者核定的时间都要加速 新科市长在会议上畅所欲言 毕竟有钱有建设 才能拼出新政机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